京华风云录 京夫子著 第一卷 北京宰相 第四章 傅作义朝圣西百坡 傅作义 自一生 人称抗战的民族英雄 内战的狮族狗熊 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和县安昌村 父亲父亲太一生动苦 曾为角力 船夫 后靠泛运煤炭发家 成为融合县大户 1910年 15岁的傅作义接受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革命思潮 考入山西陆军小学 192年辛亥革命爆发 他在太原参加山西起义 担任学生军牌长 英勇作战 1921年被保送到北平清河第一陆军中学就读 1915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 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十年二十三岁 这时的副作义已长成一个身材魁梧 腰背挺直的北方大汉 国字形的简堂上 目光深邃 炯炯有神 表情严肃 干练威武 他回到山西王延西山部队当了一名剑袭军官 他性格内向 勤于思考 寡言上行 处世方正 四年之中 从牌长 连副 连长 营副 营长 一路上升为少校团副 1924年随延西山出兵石家庄 完成任务出色 升任团长 1926年延阳山与冯玉祥大战 副作义奉命守卫天镇成 冯军九宫下克 副作义授延西山器重 称为难得之青年江才 卓升为少将旅长 劝又升任为中将师长 1927年的卓州之战 副作义身先士卒 以少胜多 夺城之后守城三越 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及爱民思想 使他一战成名天下之 守城名将升阵中外 1918年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 1931年升任为三十五军军长 兼随远省省主席 他着手经营核套 兴办水利 并屯田养兵 数年兼着有政序 他本人则常粘着一身整洁部军装 居住在军营之中 每日早起 与部署一道升旗 出操 摸爬滚打 例行官兵一致 他生活简朴 待人宽厚 众议青才 乐于助人 是国民党军队里一位有着众多美德的模范将领 真正使傅作义成为我国现代著名军事家 华北大将军的 是对日作战 他是唯一一位跟日本侵略军血战十三载的长盛将军 1932年1月 日军进犯山海关 华北危急 副作义主动请英 发起长城抗战 其主力第三十五军与日军肉搏 厮杀声彻于天地 怀柔一战重创日军 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 大大激励了全国军民首途抗敌的决心 这一年 他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6年8月至12月 他指挥历时五个月的隋远抗战 全歼百灵庙日军或百灵庙战役大截 再次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 大涨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须知 傅作义在华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 早于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四年之久 七七事变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之后 副作义律部转战于查北 近北 河北 隋远诸省 参加了平行官会战 新口会战 太原守城 隋南会战 包头会战 隋西会战 五元会战等著名战役 十三年间 1932-1945 他一直律步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转战一万八千余里 进行大小战役 战斗二百九十多次 基本上保持不败记录 曾被誉为民族英杰 中国战神 这样一位抗日名将 民族英雄 却也失算于中共深谋远虑的统战策略 1936年八月 傅作义为获南京政府许可 毅然发起隋远抗战 毛泽东从严安派南汉臣秘密赴隋远 送给他一封亲笔信 内称先生北方领袖 爱国宁肯后人 如能毅然抗敌 帝等绝为后援 为救王图存而努力云云 傅作义越后大为感动 百灵庙大劫后 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 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袁锡通电 1927年初 毛泽东再次派南汉臣赴隋远未劳 赠送锦旗 盛赞赴卫抗日先锋 同年11月 太原保卫战前夕 周恩来来到太原 与傅作义相谈数日 称兄道弟 分析敌我态势 1928年初 南京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陆军总司令 年底进而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毛泽东则写下一封长信 密派彭雪峰送去隋远 并与之密谈合作抗日事宜 傅作义抗战新切 南京政府一次次批准他扩充兵源 他急需培养大批干部 因据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 政治腐败 他转而求助于延安 派自己的心腹周北锋去延安拜会毛泽东 要求中共派一批青年干部到副部队去从事政治宣传工作 周恩来手下的社会情报系统真是遇到了天赐良机 当即派出几十名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投入副军 亦如中共军队创立政治工作制度 团已上设政治部 迎以下设政治指导员 从此 中共人员在傅作义军队中扎下根 并秘密发展组织 这就种下了祸根 抗战胜利后转内战 傅作义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与中共军队作战 全无军事秘密可言 只能屡战屡败了 傅作义将军对共军作战的最后两次大动作 一是1948年5月18日 根据内线密报 派出华北剿总的空军飞机准确地轰炸毛泽东的住所 险些把毛泽东 聂荣珍等当场炸死 二是同年10月115日 傅作义经与蒋总统密谋 派出两个军的人马 分成400辆卡车 携带100吨炸药 组成一支快速突击部队 偷袭平山县西柏坡村 打算将中共中央机关一举炸毁 但情报被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时获得 中共军队得以紧急调动 于中途伏击了这支偷袭军的先头部队 死伤3500余人 使整个计划中途废止 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 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打得颇有声色 英勇顽强 出现过腹作义 张自忠 李宗仁 杜玉明 廖耀香 郑栋国 孙立仁等大批抗日名将 并有1400多名少将以上高级将领捐躯将长 而中共八路军 新四军 则于194欧年华北百团大战之后 彭德林为此意一直饱受毛泽东批评 基本上由而不羁 只是借抗日之名拼命扩充实力 中共军队死于战场的只有一名高级将领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 打日寇 共军远逊于国军 可是到了1946年东转而打内战 一位为抗日名将却先后军成为共军手下败将 以致在东北战场上 许多国军官兵被俘后仍不服气 你们打日本鬼子不行 打内战行 傅作义将军即是这样的典型 抗日的英雄 内战的狗熊 城下之盟 败军之将 自是虎落平阳 英雄气短了 1949年2月21日 中共在对付作义将军实施先打后拉的羞辱策略之后 批准他由邓宝山将军陪同 前去西柏坡林朝圣 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 他们搭买军机先飞石家庄 在石家庄机场 中共中央派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坤专程迎接 换乘吉普车驶往平山县西柏坡村 副作义一如往常 身着普通布棉袄 手里提着十条中华牌香烟 作为给毛泽东 周恩来的见面礼 在车上 他见杨尚坤抽烟抽得很凶 便从中取出两条来要先送上 杨尚坤谦逊地笑着香谢 傅将军给我们主席 傅主席的见面礼 我怎么敢先掠其美 下午二时 副作义一行抵达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招待所 周恩来早已等候在那里 副作义对比他小三岁的周恩来毕恭毕敬 周恩来则拉住他的手说 太原一别 转眼又快十年了 我们是老友重逢 老友重逢 傅作义却苦笑着说 一生成下之盟 谢谢周先生的关心 周恩来说 傅将军抗日英雄 长胜不败 只是讲某人封你为华北角共司令打内战 才有败计 值得深思啊 傅作义点着头 因跟周恩来是老熟人 便说了句老实话 我的不对礼 包括我的总部 我的左右 全是你们的人摸 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你们看在了眼里 安有下败之礼 话一出口 副作义及有些后悔 自己是客人 言不由衷的大实话 会使主人难堪 尴尬 周恩来向以反应敏捷 巧言是非著称 这时哈哈大笑 傅将军 你算个名本人 这叫人心向背 得道多注 失道寡注 哈哈哈哈 周恩来的大笑 凡使一本正经下狗言笑的傅作义 脸上红一道 白一道 接着 周恩来严肃地说 傅将军 你是俊杰呀 实实物者为俊杰 你比蒋委员长高明多了 蒋某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却能以国家大局 人民利益为重 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 避免了千年古都毁于战火 否则 真要给国家民族带来一场不可弥补的大祸 和平解放北京 你立了大功 毫不夸张地说 是公标史册 名垂千古 副作义倒是没想到周恩来会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自是十分受用 顿时把前些时人民日报发表林 裸给他的最后通牒信 他更不会知道此信息由周恩来亲自起草 以及北平市公安局通知他去登记等等不快 压抑 服去了不少 他想 真如那句俗话讲的 阎王好境 小鬼难缠呢 周恩来接着说 欢迎你与我们合作 我们的合作有历史根源呢 抗战时期 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 相互支持 互通有无 携手作战录在禁察记和随远 你跟我们的贺龙 徐向前 程子华 邓华 杨成武 李克农都是老朋友啊 现在我们又开始新的合作 本来我们打算到哈尔滨去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中华临时联合政府 现在有了北平 我们就不要跑那么远了 可以在北平开会了 你应该参加会议 你既是有党派的 又是有功将领 也就更具代表姓罗 周恩来的言语里 饱含封官许愿之意 使得傅作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和恩来是老朋友 我和你是信使往来 互通款区 神交久矣 傅作义对毛泽东的头一句话却是 我有罪 一生以待罪之身 毛泽东立即打断了他 不要这样讲啊 两军交战 孰能无过 北平和平解放 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罗 应当谢谢你罗 你过去是抗日的功臣 现在又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 假如你过去有过错误的话 那么现在功过相衡 还是功大于过 这时周恩来请大家坐下来喝茶 吃点心 周恩来见傅作义心里仍有疑虑 便说 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 既然是和平改编 你原来的部队在改编之后 就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和其他成员一样 绝不歧视 你大约不太清楚 我们部队里的士兵 有一小半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过来的 所以国民党的军队越打越少 我们的军队越打越多 讲远一点 我本人曾在民国政府军政部门两度任职 我们毛主席职位最高 1924年在广州就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还代理过中央宣传部长 还有我们的朱总 彭总 刘伯承 贺龙这些高级将领 过去也都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 而且大大有名的 毛泽东说 对 恩来说的对 我看这里面主要是个思想立场问题 思想立场问题解决了 其他问题就都迎刃而解 一接下来 毛泽东再次谈到北平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 北平是世界有名的文化古都 过去八国联军欺负我们 火烧圆明园 毁掉了我们的万园之园 破坏了许多名圣古迹 这次如果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己再在北平摆战场 毁了北平 烧了紫禁城 炸了天潭 北海 颐和园 我们就真成千古罪人了 子孙万代都要骂我们 这个罪名 你傅将军 我毛泽东 还有朱老总 恩来都要被罗 现在好了 傅将军 还有邓将军 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罗 一个锅里咬饭吃 青菜萝卜 彼此彼此啊 毛泽东说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说 却是一家人了 说起来 我跟傅将军还沾了亲戚 傅将军的千金东菊小姐的爱人周一枝 是我的堂侄儿呢 这是我也是前些日子才闹清楚 傅作义目瞪口呆 一脸傻笑 惊多于喜 毛泽东再次拉住傅作义的手 风趣地说 那就更好了 今后 我们是姑舅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难舍难分了 蒋委员长一辈子要码头 最后还是被傅将军耍掉了 傅作义没想到毛泽东的江湖气息这么重 真像各山大王呢 连忙说 蒋某人的码头 是被毛主席 周副主席 朱总司令耍掉了 傅作义在西百坡村住了两天 中间断不了大宴小宴 席间毛泽东问傅将军对今后的工作有何打算 傅说想回核套去抓水利建设 毛泽东说那太小了 至少要当中央政府的水利部长 在国防委员会里也应挂职 周恩来却莫对傅作义提及本月初 傅东局来见的是 因为那一来 也就太伤傅作义的颜面了 连傅的爱女都是中共奸细 中共这掏心战术 岂不太令人毛骨悚然 傅作义将军办事英明 战功赫赫 却被中共当猴儿耍了